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每年5月跟6月是温馨的双亲节 无论远在他乡还是很幸福 你可以跟爸爸妈妈同住 这个季节我们当小孩的都会放下脚步 抽时间跟爸爸妈妈吃饭 或是买小礼物小蛋糕跟家里的良老庆祝 谢谢爸爸妈妈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呵护跟关爱 配合双亲节由Astro和Multimedia主办的 金色年华双亲节特备 第三年打造重温金色年华怀旧金曲的盛宴 而今年的演出阵容抢盛 包括大马的创作歌手方炯斌 赖松凤 曾国辉 赵洁英等人 还有近来前往中国发展的张栋梁 也特地回马参与演出 给观众带来满满的惊喜 这场长达几个小时的音乐盛会 也录制成电视版本 并将在明天和后天 也就是6月8号和9号 在Astro AEC 306频道播出 让无法到现场的朋友 也能够透过镜头重温昔日 那首首陪伴我们度过无数时光的经典老歌 现在让我们抢先欣赏节目当中的精彩片段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金色年华双清洁特备2024 由Astro和Multimedia携手主办的 第三届金色年华双清洁特备 在一众本地歌手演艺经典老歌 Dancing Queen 和对你爱不玩下拉开序幕 多名子女也带着父母前来观赏 这场音乐饗宴 歌手们在台上演唱的首首经典好歌 仿佛是音乐时光机 带着大家穿越时光隧道 回到了逝去的那些年 今年积极前往中国发展的张栋梁 这次也特地回马参与演出 除了演唱《秦天树》 张栋梁也和现场观众大合唱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掀起《回忆杀》 一起唱 1 2 3 我有一首歌叫《秦天树》 其实它就是一种力量 就支撑你的力量 就像一棵《秦天树》一样 我觉得其实家人爸妈 就是我们的力量 绝对是 希望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都是希望爸妈可以感到骄傲 然后可以觉得放心 所以都是我们的动力 至于平时很少唱跳的 创作歌手方《炯斌》 这次也难得和赵杰盈 赖松凤 邓国辉等人 在台上边唱边跳 一出场就把气氛炒到最高点 这次的表演真的很难得 他跟我们全部一起跳舞 而且这个会比较容易一点点 是因为那个是中学的时候 是吗 一定会学 对对对 就学过 对是是是 每个人都会那个 以前比较轻松一点点 因为唱跳的 我觉得是年纪的关系 因为不是年纪的关系 要走回其他的歌手 得罪很多人 我觉得开心的 因为我每一次在大秀 见到一些朋友 就是聚在一起吹水 然后大家一起去将那个秀做好 那个感觉真是很神奇 金色年华 《伤心节特备2024》 将录制成电视节目 并分成上下两集 在来临的星期六和星期天 晚上8点半 在Aestro AEC306频道播出 和家人一起留守节目 观赏这场怀旧的金曲盛宴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